中国四大未解之谜 一个比一个神秘 至今仍无法破解一 营口坠龙事件1934年夏天 在中国营口发现了一具与传说中的龙极相似的骨骼 在这个神秘生物未死之前 当地的居民曾经两次见到他 根据营口试制第一卷中计数 1934年8月8日午后 辽河北站东小街义农民在附近伟堂 发现一具形动物排骨 长约10米 头部左右各有一角 长约1米鱼 结果共29节 伟林口第六警察署将其运至西海关码头 附近空地陈列数日 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 偌大的海谷不知所忠 这也是世界未解知名之一 二九龙壁上的龙父 中国现存的三大九龙壁 关于九龙壁有一个传说 根据唐鲁孙在专注南北看中 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件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一天 西藏密宗高僧给九龙避开光 当时九龙避前佛光蒲照 这位高僧坐在前面摆放着香案 香炉的黄蒲船之上 周围围着数百人 显得十分庄严 大家看到第九条龙忽然有了灵性 龙眼龙须都动了起来 把手绢吸着不放 仿佛要从壁上飞下来 这是一个传说 同时反映老百姓淳朴的希望 而且与九龙壁有一条龙的腹部 是用木头制作的 从乾隆三十七年 九龙壁烧到完成到现在 木腹龙已经存活了整整二百四十年 至今都没有合理的解释 也是未解之谜之一 三 老子出关之谜 老子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 据说他的耳朵又长又厚 顾明儿 他的母亲怀怨八十一天后 在礼树下生了他 一出生他便同颜克发 因此取名老子 老子被称为道教的创始人 他写的道德经为是人所留 根据史实记载 老子骑着一头大青牛吸出寒谷关 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 历史上有人说 老子吸出寒谷关后 去了一路传教 交出了使 加摩尼这样的弟子 后汉书香海传记载 过言老子以敌位浮屠 是说老子到西边教化胡人 后来成了佛 林陶成仙说 认为老子万年在甘肃林陶修身养性 闭门炼丹 得到后在林陶超然台成仙 可以说 老子出关后的去向 忠诚历史谜团 四 杜利巴石碟之谜 杜利巴石碟 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 据说是在中国巴延喀拉山脉石洞中 发现了一些一万两千年前的石碟 上面的神秘文字 据传这是来自杜利巴人的外星生命 1938年中国考古学教授齐福泰 与其学生在青海附近的巴延喀拉山脉处 发现一系列洞穴 还发现大量的神秘石碟 这些石碟看起来就像是万兴人的神秘光点 当时考古队还在石壁上发现太阳 星星以及其他天体的图画 经过检测可知 这些石碟历史悠久 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杜利巴石碟 只能明确的是 杜利巴石碟对于中国UFO时有着巨大影响 主 习文解密原创文上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